透过行车记录器可以看到撞击力道相当强 这期死亡车祸发生在1月31号晚间9点 新北市巴黎中山路和汛塘一路口 警方研判张姓肇是驾驶车速相当快 经过路口完全没有减速 直接撞上前方骑机车的布农族35岁古姓女子 党方玻璃破裂撞上安全道才完全停止 警方表示男子汽车逃逸 经警方追查后发现他涉嫌酒驾 这期死亡车祸 来自南投新衣乡地利村的布农族胆情妈妈 造势张姓男子造成家庭破碎 家属痛批 连给家属一个道歉都没有 毫无回忆 由于沿路没有车速照相不能断定张姓驾驶是否超速 但他肇事逃逸 酒车值还高达1.02 警方已将张姓嫌犯依过失致死罪逮捕 但家属表示判刑再重还是换不回骨姓女子性命 让两位女儿顿时失去母亲照顾陪伴 目前他们要求张姓男子前往灵堂道歉之外 未来如何赔偿还要继续协调 记者纳布达 新北市卢州采访报道